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用我们的那个安卓手机来访问我们的基于谷歌框架的一些软件 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 我们的安卓尤其是华为这个手机的话 如果你要下载那个youtube或者是电宝的一些软件的话 是下载不了的 因为它这个软件是 它的一个框架是基于谷歌那个框架的 因为你手机如果不做一些其他设置的话是下不了的 但是我今天的话就给大家推荐一个APP 它这个软件的话是不需要手机做其他的一个设置 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个出镜翼 这的话直接在里面下载你需要的一些软件 我之前是下了一个电报的一个软件 然后的话在这搜索你需要下载一个软件 比如说现在我搜索了一个youtube 那我们直接点击下载 那下载安装就好了 你看现在这个软件的话我是已经下载安装好了 我们点击打开 不授权我点击 看到没有就可以访问了 因为我这的话是已经用了一个v2ng 开启了科学上网的一个模式 所以说我现在这下载了一个youtube的一个APP 直接就可以使用了 我们搜索一个那个4k的一个免费视频 看到没有 这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跳出去看一下 然后的话它这个里面 我记得之前还是可以下载了一个tiktok 我们这搜一下 但这tiktok使用的话 它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限制 好像它那个软件里面有介绍 然后它的一个左边的一个 发现栏的话 有了一些使用的一些攻略 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你看就是就写了tiktok的一个使用直栏 如果大家需要来使用国外的一个那个抖音版本的话 就可以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攻略是怎么操作的 这个视频的话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其他的一些内容的话就可大家自己下来摸索 然后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更多的一个使用方法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给我点赞加关注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